突然間又問我 她不是去她的家 那我當然去了 是不是 等了五年終於有這個機會 是不是 但是呢 都是一個 惡夢的開始 我自己覺得 歡迎收看港男 港女 Hi 做個校花美 我還沒的了 這麼聰明? 你真的開始漏打了 那這次的故事呢 跟追校花的關係 追校花 那我真的自問沒有這個經驗 那我先聽聽故事 我剛剛閃了一夜 我在演藝學院的另外的故事 有機會再告訴你 好 今天請Dennis出來 Dennis 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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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厲害了 追校花 追校花 追校花啊 正東西啦 不要碰到她太高 她追而已 都不知道追成怎樣 這個校花就是女神的樣子 她是不是典型那些 超長法治帶光 白褲美的那些 你會看到她經常在學校 會穿飄逸的裙子 沒什麼怎樣化妝 上學的你都可以化妝 素顏都等於化妝了 真的要再投胎才可以有 好 然後呢 不好意思 人打斷你 所以呢 整個系裡面 真的沒什麼幾多個是這樣的 當然對我來說 她就是全家學校裡面最漂亮的那個 說起做兵來說 我也有些經驗的 你做兵嗎 你幹嘛這樣反問人 很沒禮貌 你做兵嗎 我以為她追是很成功 我以為聽著怎樣追 她突然跟我說做兵也有些經驗 蛤 做兵也是追的其中一個步驟 神經病 追啊追兵啊兵 兩個東西來的 Dennis 你做兵是否追的一個過程 做兵的就是你去獻恩勤啊 你去做一些事情去討好她 而她接受的 那你其實都可以說她收兵了 我同意 Hankison舉手同意 我不是不同意 為甚麼 兵就是連追的資格都沒有 那些人來的 是 我終於明白為甚麼人說我會收兵了 原來只要你對我好 我去接受你的好 我就是已收兵 那就GG了 Dennis你說清楚 你這個這樣的兵論 你會抹黑你的 你會令很多女生蒙上這個不白之緣 這個是Generally這樣說 只不過是 獻恩勤或者對她好的那些是甚麼 她明知道別人對她有意思 而她去收了這些好處 那她就收兵了 那你對她好 你是有表明想追她 是跟她一起的 那一定有的 那在這麼多年裡當然有 那她又沒有直接拒絕你 都收不少兵的 我輸了 我流行了 我不再追問兵論這件事了 這五年你做了些甚麼 還有這五年你得到些甚麼的結果 結果 有些甚麼得失 有些甚麼得失 有時真的會去買花 知道她想去甚麼地方 可能去買票 看甚麼 要唱會 那些 在讀書期間 不算有甚麼正式接受過任何事情 所以 都不可以叫做 有甚麼結果 那時候 所以你問我 我又覺得 是一個長時間的投資 你有沒有表白過才是 有的 但她又沒有甚麼 直接回應你不好 表白了一次 不可以 你選擇繼續追求她 你就不能夠看自己是兵 是 所以我過了學校的階段之後 都不算是兵 我們出來工作都是屬於同行 我們在不同公司工作 但沒有因為我們不阻業 因為我們不在同一家學校 而遠了 我們是沒有遠到的 反而是 還有保持跟她有聯絡 但當然我也是 出來工作一年都未成功 她身邊都會開始有些新兵出現 你可以形容 人家是密封 追求者 為甚麼你要掌握別人 那些是兵 你自己是兵 你又要這樣 哇 人家是兵 哎呀哎呀 不要緊 在她眼中 最終這堆男人是兵 我不理會那些人 在那些預算出來工作 那一年你做了甚麼行動 想把美人抱回家 有時候都是去他的公司 附近碰他 都會約他吃飯等等 你做了甚麼 入天地哭鬼神的行動 令到最後你抱得美人歸 做了一個月 我不知道為甚麼 他無緣無故讓我去他家 那我就懷疑他是不是有甚麼不開心 但是他又好像沒甚麼 但是突然之間又問我 他不去他家 有一天突然間 那前置是否你從來 五年來都沒有去過他家 你有沒有送過他回家 沒有 當然沒有 去到家樓下 但是沒有上去 所以這次破天荒第一次 五年來去他家 沒有任何的先兆 沒有任何前置的 突然間就問你 來不來我家 那我當然去了 等了五年終於有這個機會 那我就上去他家 也發生了進一步的關係 你不要跳得這麼快 你多給大家幻想 或者想像的空間 一頓飯 和回家的過程中 我主要是關心他有甚麼事發生 但是他的狀態 而他的狀態 就不是那麼負面 就是他不是那麼不開心 但是去到他家之後 是有點熱情的 也會問我 想不想喝點酒 想聽甚麼音樂 大家喝點酒 然後他家裡沒有人 之後我們就發生了關係 那誰最重要的 你不要到後不到快 照理他應該很懂事 才是 對方應該很懂事 很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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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講了甚麼 或者做了甚麼 因為他在吃飯的時候 就問他不去他家 從來都沒有試過說去他家 從來都去到電梯口 就說可以了 我自己上去就可以了 他如先問我 整頓飯我已經是蝸蝸蝸 你已經問我 已經不太聽到他說甚麼 第一就是 我不知道他有甚麼事 第二就是 我有擔心有開心 喝了一點點 有些浪漫的音樂 很快你們就互相對望 很快就已經去摺蝸 然後就欲白相見了 是的 可以這樣說 那你應該是很開心 女神 還了我一個五年來的心願 那接著是不是 怎樣 不枉此生 那時候是這樣想的 醉了五年的女神 我終於跟他出床了 但是呢 都是一個惡夢的開始 我自己覺得 甚麼 為甚麼 原來呢 你未去到他那麼親密的關係 你是不會知道 他那麼私隱的東西 是 甚麼東西 原來呢 他在床上的表現 他是死魚來的 我完全想像不到 或者是理解不到 為甚麼 一個女神 他應該很有拍拖經驗 很多 很好的兒子給他吃過 是不是 不一定 他應該很有經驗 但是他拍拖 你也沒甚麼拍得很長的拖 你也會猜到 我現在知道原因 為什麼要這樣形容人家 樣樣都很好 他偏偏就是在床上一條死魚 他只是不可以喊到 像你們看AV的那些女生 是不是比較耐點和含羞一點 你說 為甚麼形容他 是死魚 是死魚 好像死了 是完全沒有反應那麼簡單 你會感覺好像是屍體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是因為你不可以 我也有這個質疑 你有沒有想過其實是你不可以 你想想她是一個 那麼懂得和人去處理關係的一個女生 當作是我的問題也好 氣都不可以交給你 他都應該會軟轉一些做一些事情 他平時都是這樣的 為什麼他連在這個時刻裡 他甚麼都不做 他就真的躺在那裡 氣都不可以交給你 我相信不關走事的 地下的電梯上到他家 去到房間去到床上 是 的時候 去到這個時候 你說我會不會很期待一件事 會 會不會他很少的反應 我當是沒有呢 不會 但是真的沒有反應 他連表情也沒有 就是躺在那裡閉上眼 有些你來吧 有些感覺 這件事都去了一半 我沒有完事 我就停下來了 我有一種 即是怎樣 我追了他五年 不是想和他拍拖 但是來到這個時候 被我發現了一件事 我就馬上問我自己 我用了五年時間 在追究些甚麼 外表很微很貌的一個女生 竟然他去到床上的時候 他是不願意有任何的反應 還有我不知道他出於甚麼原因 他不想給反應 還是怎樣 首先我明白 會有失落和不開心 我明白的 男生其實也不容易 被人看到他們的狀態 在面臉上 你們可以都是木無表情的 可能有些女生喜歡看 原來你沒有看的 他也可以投訴你 你一聲都不出 我想說 在床上有很多東西 都真的要配合 可能 我真的不知道 校花是否一定會多 床上經驗 我又覺得不能夠 一概而論 也不公平 我覺得在這件事上 可能有人能夠開發他 可能他之前那幾任男朋友 就是跟你一樣 看到他已經耍手零頭走了 你想和這個人拍拖 你喜歡這個人 除了外表 就是他人的性 或者你和他之間 各樣的一些 興趣 喜好 話題上面有共同的東西 我覺得兩樣東西 一 你好像之前那些 那樣 離開他 找一個另一個 有情趣 二 你便調教他 其實 這麼難得 校花可以開綠燈給你 是不是應該 做一些事情 即是 你去做一些深入的研究 而不是這麼快去放棄 你現在是想放棄 還是純粹投訴 是啊 都繼續不下去 那個狀況 可能他特地試你 你有沒有想過 這麼大件事 那他成功了 那這次這件事 正正讓你 就拍醒你 喂 到底我 Dennis 是不是真的愛這個 校花Susan 原來 只要我和他 防肆 不太夾 甚至去到一半 就停了 其實我就已經 很嫌棄他 那你想一下 我是不是真的很愛他 如果不是 那麼快點 就止損 止蝕離場 我勸你 但是不要緊的 我覺得那一刻你都不開心 你都很大的失落 即是你都有自己的情緒 要去處理 那我唯有祝福你 我希望你去 你找到下一個 你心意有入到你眼 你喜歡的女生 即是如果校花給了一個這樣的 沒有什麼所謂 冷冷淡淡 很飄忽的東西 那你嘗試過 原來有些事情 只能夠遠觀而不能夠 我希望你去 不如每方 你去找下一個 你真的喜歡 又可以拍拖的女生 好嗎 好 保持聯絡 拜拜 拜拜 她在敏笑 她應該很想受人 她想說 不是你這個八婆 我已經這樣了 你做了我 那好吧 那今天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學到一件事 校花不代表一定是完美 好 我學到一件事 女孩子真的寧願被人說你高鬥 都千萬不要接受別人好意 哈哈 我以為寧願說你高鬥 不要說我是死語 不要接受別人好意 是啊 如果不是就 我都不想被人說我收病 OK 大家喜歡就在下面留言 留言留言 喜歡這條影片就分享 如果大家都有故事想分享的話 記得在我們影片下方文字介紹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下集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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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